这些女人不是稍微发达脱脑简单 她们非常有头脑 所以我们讲第四段 你看我后面的解释没有 第四段写逆人的才华 并不是须有头脑 李夫人这些多么的聪明 李夫人可能是 如果不是最聪明 李夫人可能是聪明的 现在的大陆考古最聪明的 大家在南昌发现一个古墓 你们看见没有 这是已经发掘五年了 但是最近才清理完毕 而且叫做银峰河墓 银峰河墓 在今天的南昌找到 五年之前找到的 现在发掘的已经完毕了 弄出几万个组件 这个组件是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很多以前的古书 经过孔老夫子的下面的人 改来改去已经很难看见全貌了 所以有时候也看见全貌 就是古本里的花族 最早的马王追导的找出几万个组件 这次找出来的这个组件 是最多的地方 其中有人说可能有史记 那那是很难看见全貌 因为这个宁侯王 宁侯侯只比司马迁 晚三十多年 换言之 现在的史记给畅改的不像的话 如果我们正在这个里头找到史记 我实际是我最喜欢的书 自己 我做梦都会孝顶 我临死之前如果有资源 就是希望可能 但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那些组件 不知道要花多久才会清理完美 记住 这个组件不是一本书 也不是一串一串 经过快两千年 两千多年 全部散掉了 就是把那个组件是他 都不知道要花多久 但是《灵魂河》 我也是不特别介绍的 因为李夫人喜欢一个 李夫人是汉武帝最喜欢的 然后汉武帝 因此之后把位子传给小儿子 但是李夫人也有个儿子 封作《苍蝇王》 《苍蝇王》 然后那个武帝的儿子做皇帝 做了大概七八年 死掉了 没有儿子 因为他结位的时候很小 十三四岁 所以大家就去找继承人 那个时候《佛光》 大家听到中国的那个 《佛光》平景有名的 《五朵少女》 跟周公 把他跟周公 《佛光》可以找人 就找到这个李夫人的 李夫人的孙子 就是这个李宫公子 就去派人去把他结贷 《佛光》是知道老板喜欢李夫人 所以现在要找李夫人 结果这个家伙还没有进京城 就做了无数的坏事 所以大概做了一个月 还是两个月的皇帝 《佛光》就把他背贷 然后去找另外一个人 另外一个人 后来就是后来的汉宣帝 所以在明宫侯 废掉地位之后 点为侯爵 就导致他 所以大家就说 在他的人物里头 找到的金子 格式各样的金子 是比以前 比他选和很多的人 观众比他大 跟皇室比 更亲眼 都没有这么大的科兰奇 他就说 靠一个十四的皇帝 给扁到南城 牧子里头 会有这么多金子 很简单 因为李夫人 是汉武力 最心爱的女 所以 显然是 他有特别的东西 所以反正 我就跟你讲 所以这个 里面很多 对淘土这些东西 都有兴趣 你应该要挖起来 因为这个将来 就要成立这个东西 金银铜铁 这种东西很重要 书就麻烦 懂我的意思 金银铜铁 洗干 弄好了之后 这个书 要把它搞清楚 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跟你讲 李夫人是最聪明的 最聪明 因为他死掉之后 汉武力求仙拜仆 又把他像画在这里 因为他聪明了 因为他聪明了 举个例子 我跟你们讲 所以我能够讲多少 就是多少 可是你们必须嫉妒 你们必须活动 我每次会比 李夫人最后生病 李夫人最后生病 所以 汉武帝说 我要去见 见李夫人 李夫人告诉下面的公女 告诉所有她的贴身人 绝对不见汉武帝 汉武帝愤怒 那我一样 你不见我 恐客 什么时候 所以李夫人下面的家里人都过来说 姑娘 那皇帝这么喜欢你 这么要见你 臨死之前 你见了她 你见了她之后 她一下人时 她就会让我们继续 有天有事 升官法财地过下去 李夫人说 我不见她的原因 就是希望你们能够 升官法财 很愉快地过下去 因为她今天见我 我头发也没有梳 我胭脂也没有茶 她在我身上 她跑了 她从我身上没有 从今时来的心里 我绝对在她 这是一个中文的地方的陈琴 所以 看理性上 李夫人是最高级的人 是最高级的人 这一个小故事 这一个小故事 如果我看了一個小小的故事,我看了這個小的故事, 我看了一個小的故事,我看了一個小的故事, 我看了一個小的故事,從這裏的故事, 你不跟你們介紹,你們還記不住。 不得救了 所以你是老师 记住 记住 当然 我也还没说 现在我们像这个女人多么认真 不但是漂亮 风骚 而且第四展 天晴开了 过去非常开朗 不是那种阴沉的一丝交换 有老金的一踏骨 不但是 有老金不是讲鲨鱼 而是讲文士 妙简文章由功 不但是他懂 而且他自己能够动手 他身边经常有高级的厌台 终日随身 古时候写字不是一支笔 因为大小大小 所以有一套笔 放在一个笔架上 叫做笔床 笔床 笔床是笔床 中文的笔床 清文满气 他做了很多文章 他做了很多文章 还会翻 她的好文章 这些文章 不都是运所有之花 他也最近还做了很多这些文章 这些文章 也不是全是运葡萄 广源自这些女人不是那种文化学 她们有内容 她们可以讲 很多很好的东西 举个例子说 九日登高 大家一曲 同样演出去 登高 这就是王维啊 这些啊 高级诗人写这些 这些女人也能写的 然后 有时候是什么 万年公主死掉了 她们会写记文 会写得非常非常高 这个记文是非常严肃的 广源自这些女人是真有才华 不但是写葡萄 不但是写什么缩络 别的东西也有两种 收发收割 然后在下面进行第五代 讲她的 这些女人的生活 我下面有个介绍 大家看见没有 第五代 我说 写定人的生活 激淡无良 需要心思刺激大化世界 所以 这就是第五代 所以 第五代 既而交房完整 皇后住的店 叫做交房店 那是特别的 因为皇后 毕竟是不同 所以 墙上都涂着香料 香料使你第一 被除必从 第二 使你觉得温暖 所以皇帝 交房 这里也就是讲皇宫了 遮管阴城 遮管是 汉武帝在上明院 做的一个 做的一个 平时的宫殿 所以她这里要 遮管大家很少听见 交房 大家是人人都知道 她不用遮管 用在这里 是因为一个交房做对 来 婉转就是 皇宫 皇后住的一座 当然很大 汉汉区群 遮管 婉转就是 汉汉区群 一个 遮管阴城就是 这样 又高又大 显得空荒 人很热闹 你喜欢天花板 越高又好 但是一个人的时候 所以 先produce 这是一个空荡寂寞的 atmosphere 帮人一段 被择人阴城 沉默降落 谁也同意 咒激 皇宫以后 没人大声叫 没人大声 尤其是外人 绝对不能进来 门上有锁 所作的一行 所作的一行 所以 不但是又空洞 又 而且 甚多一个寂寞的气氛 三星未席 晚上还没到 有的人说 要去陪皇帝睡觉 那等他十二年 所以他又不能去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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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而休之后 随便离去 有何式各样的奇奇解释 其实最简单的解释 他们五天之后 要开一个party 或者要 要伺候皇帝 所以 但是还有五天 所以忙不及做准备 我知道跟你跳舞班的 那要到哪 你要出席之前 两个月之前 就开始准备 但是这些姑娘 还有五天 不必忙 发了一段 无二度的时候 随便离去 还有五天 安堪拿着康上去 换一只说 他没事做 悠悠少拓 一天到晚 悠哉悠哉 大家都听 没有什么忌妒 寂寞多闲 忙的时候 时间过得很快 寂寞的时候 时间过得很快 验长落子书军 听见那个钟 敲来敲去 哎 才是两点钟 哎 才是三点钟 所以验长落子 然后中共之缓解 古时候即时 那个水滴什么 那个old equipment 即时的 就像现在的手表一样 旧班也是 时间过得太慢 亲生无敌 哇 你的这么无聊 你为什么不去做点事情呢 但是我亲生无敌 我不能够去洗衣服 皇宫里的 古兵 所以 当然洗衣服 他不要 他要用一个点 不要用那样的 屈原的姐姐洗衣服 他说 我不能像他那样洗衣服 生长生空 我住在皇宫里 要拿税人的钱 我不必自负 这个小不疯知自己 他本身就讲 我也不必需要我去治 后面要不疯 大家都知道 苏若兰的玄机图 听过没有 苏若兰的玄机图 被神是织布织出来的 所以他不说没有事情做 既然不算是 我们做的游戏好 第一个游戏叫做托胡 哎 托胡 看现在是失传了 而且早就失传了 为什么早就失传了 你看那些宋朝唐朝人的注册 就是 they actually have no idea tom what they are talking about 托胡 最粗的办法就是 一个胡 一个花群在这里 这里把箭丢进去 丢不丢得进去 that's understandable that's again you can imagine 托胡 所以 所以 问题 是唯欢 敬云 而消 那 有人的解释就是 我后面讲这个 头肤玉女 因为后面会讲 摇权是什么 什么 在东王部门有个老神仙 下面有个小女孩陪她 他们两人就玩这个头肤的游戏 但是 他们的头肤是要算消 什么叫消呢 然后 就 箭丢进去 然后要让你箭反弹出来 然后 一手接住 这叫做一销 你要 丢一千销 把我千无一失 It's impossible 所以我知道 这是他们说的 胡说法了 所以 I don't know 但是 问题也是 他能够做的游戏 是很简单的游戏 头肤啊 这种 这是第一个游戏 第二个是 真过其极 这是典故 我后来解释 我后面有仔细的解释 这是很少有的 一个 一个 如果皇帝喜欢你 你进五级还是谁 他还是女人 他们要想让皇帝没事 跟你心爱的女人 或者公女 他那个时候可能还是公女 两个人做游戏 通常 皇帝弃 或者不守规矩 大家 是皇帝 但是那 这位小姐 他跟皇帝抢 抢石 不知道什么东西 把皇帝的手指伤了 要跟皇帝做游戏 要把皇帝 这是什么 但是呢 显然皇帝就因此而挨上他 所以 实际上有很多事情是很难讲的 所以 珍波奇奇 他也只能说 玩这个很简单 拿着游戏 所以这些游戏 他又不做事 他又有时间 他游戏又太简单 但这些东西 无疑神以小姐为主 他对这些动物有兴趣 他只对诗词 文章有兴趣 续得代表悬俗 悬草可以忘忧 书的是古车 中药 你讲那个书 宣武知道是有职务 那书是有职务吗 书也是职务 草之同 所以是可以 他这个书上讲是 使你建交繁衡 不要忘记 宣洒是使你忘记事件 不要维权处理 所以在皇宫的人 也不太好 就是这个意思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